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朵玫瑰花 這幾張照片的話 在右下角你看到這個玫瑰花的大小 其實都幾乎是一樣的 當然會有一點出爐 因為盡量維持它一樣而已 但是你看背景的感覺都差得很多 那基本上越廣角的話 越能夠把背景拉得很遠 而且整個景會拉得很多 這張也是一差溫拍 那這是路邊很常見的小紅花 真的很常見 應該你隨便去路邊就看得到 那我是開了鏡拍模式 然後去貼近它來拍 那其實用一朵小紅花做主角 然後背景有很多其他一些文化做主角的一個三景的呈現 然後是看見的 一趟的一趟 五種木花 請你選擇 為什麼選擇 在這裡 對 每個都男生都交給 那麼多的 還要選擇 這麼多的 可以選擇 和一個人 都會選擇 可以選擇 有這個的時候 你就可以增加很多 有很多種方法 這樣子很明顯 就是這樣子 你就可以拍 只是說會上下顛倒 但是其實大概對得到畫面的話 你這樣用起來會蠻方便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